6. 无量佛慧,转转增胜 大家都需求佛慧增长 不但是佛德,智慧也是从善业而生的 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讲,佛智心灵 佛暴现前的时候,智慧也就现前了 心思特别的灵敏了 说明佛跟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根都是一个善心,善念,善心 如果心形不善,这种人哪有佛报呢? 世今不善之人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相互的 这个大富贵的人 我们一定要明了,他这个佛慧,佛报前身修的 不是这一身 这一身所修的,古报在来世 这是佛在经常常给我们说 余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余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决定不失,作悟多端的人 他有佛报 那你就完全看错了 不知道这一身的果报是前身修的 我们今生所作为 我们今生所作为,国报在来世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我这一身没福 前身没修 这个不能怪别人 所以真正明白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决定了不悔怨天诱人 他心是安定的 所以是心安理得了 理明白了,心就安了 我们想不想求福报呢? 想不想求智慧呢? 今生修阴,来生福慧就先切了 因果通三世 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世出世间法 你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修福,修慧是当然之理 我们要不要享受呢?不要享受 把我们修行的果报 要回向给一切众生 布施供养一切众生 让大家去享受 自己不要去享受 为什么? 这个佛报是有漏的佛报 如果你要享受这个佛报呢? 你的功夫 你的道行 决定会退众 你要不享受 你要不享受 拿它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 你的道业 会天天在增长啊 所以 祝福菩萨 他们所享受的 是无漏的果报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有漏的佛报 绝对不享受 去享受无漏的佛报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他老人家世现在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法不识啊 讲经说法是法不识 法供养 用身体 用劳力 这是财供养 内财不识 内财供养啊 财法年中供养 自己业生生活所需 不识 吃得饱 穿得暖 足以啊 所以他享受的是 无漏的佛会 后人 也依照佛陀的教会修行 而不能有佛陀 而不能有佛陀那样的陈旧 原因是什么呢 不能放下有佛陀 不能放下有漏的佛陀 离得长 佛陀佛陀 但是能 with us 身体 致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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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诲我们